饭店大厅内竟看到小朋友们全神贯注聚在一起钓虾 但究竟这些虾从哪运上来 答案是饭店自己养殖的 这是日本千叶县一家饭店突发奇想 从4月开始斜杠经营养殖虾场 养了10万只每天可提供至少2公斤 还把钓虾场搬入饭店大厅 大人小朋友入住吉祥 钓到满意为止 现场钓 现场开吃 外酥内嫩的虾新鲜出锅 路上养殖各种海鲜成为日本企业新潮流 同样在千叶县当地有一家水产养殖业 自己养鲑鱼还说比进口品质更高 口感更弹嫩 鞋对面更直接开了家寿司店 每天从隔壁养殖场运来新鲜鲑鱼 价格低廉但丝毫不减肥美程度 全日本养殖鲑鱼超夯和9年前相比成长快三倍 另外在立木县宇都公司的一家净水厂 同样斜杠养殖鲑鱼 还将当地特产草莓当作饲料变成草莓鲑鱼 希望成为当地特色产品 这些设施企业卯足镜强攻水产养殖 让各路消费者成最大赢家 散新闻也会这么到